他曾创下台湾电影票房新记录 也曾连续七周击败阿凡达 蝉联当地的票房冠军 谁能想到这样优秀的黑帮电影 最初设想竟然来自于周杰伦 当年杰伦找到导演 说想拍一些青春期遇到的事 于是导演开始收集 显年轻时一些混黑道的先许碎片 又经历了一年时间编写 最终将剧本交给杰伦 结果因为叶惠美 不同意他参与这种打打杀杀的角色 杰伦无奈退出了这项计划 不过魏表歉意他特地掏了五百万 所以电影《落幕》的演知表里 还专门明显了周杰伦 蚊子转学台北第一天 就被校霸抢去了鸡腿 还在全班同学面前炫耀 所有人都觉得蚊子会忍 谁知他直接站了下来 当众从校霸手中夺走鸡腿 真让校霸延灭尽失 所以放学后的校门口 校霸身边便多了几个混混 他们将蚊子赶到桥洞底下 蚊子刮不敌重 如果乖乖认怂 或许伤得不会多重 可偏偏他是个倔脾气 踩了一脚狗屎 甩到众人脸上 从而彻底扭转局面 他的精彩表现 正巧被学校另一帮派看到 觉得这小子胆识过人 独指作谋 想将他拿入自己的帮派 所以他们主动找到校霸 别人欠他的 我一定会帮他讨回来 蚊子没有父亲 母亲又一向冷漠 从小感受不到爱了他 第一次在同学身上感受到了温暖 可他却迟迟没有动手 因为蚊子还在纠结 自己要不要踏入黑帮 一句话刺中了蚊子的心 他一拳挥向眼前的笑话 这件事之后 蚊子彻底加入了帮派 帮派老大名叫李志龙 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 资源和钱他都有 所以从小 他就是校园里维持秩序的黑道势力 副手名叫和尚 小学时 一人可以写四个人的卷 奖壮奖杯更是数不胜数 他从小跟志龙一起长大 加上对他不为人者的情愫 一直是志龙最好的左膀幽逼 阿博是最会打架的 号称自己打倒过375人 他还有个最好的兄弟白猴 也是这个帮派的成员 如今 加上蚊子 蚊人煞血为盟 组成太子帮 然而混混的日子 就是每天到街上打架 据说在那个年的台湾 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加入过黑帮 蚊子不明白 打架的意义是什么 只知道 兄弟间的意气 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兄弟会带他飙摩托 陪他逛街买衣服 还会帮助他的生日 不过 他们的生日礼物 属实有些特别 说要让蚊子 去对面买鱿鱼羹 还要说 是庙口兄弟们要的 结果对方的眼神 犹如刀子 这里谁不知道 后杰和庙口 两个帮派不合 蚊子意识到不对时 就已经被人追出百米 一场帮派之间的泄斗 不可避免了 这一家 让蚊子第一次 接触到真正的黑帮 这样蚊子对庙口老大 有了见面的期待 然而老大竟是个 带着玉帽 在厨房里炒菜做饭的厨子 一点都没有电影中 黑帮老大的架势 就连小弟都可以 对他翻白眼 中人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大嫂过来叽叽喳喳 说自己刚才说了麻将 这时小弟送来一张报纸 里面搏着断掉的手指 妙叔用筷子撇到一旁 阅读起报上的新闻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一个细节 改写了和尚的一生 太子帮整日游手好闲 出入娱乐场所里把妹 文子不喜欢这些 便选了个脸上有胎气的女孩 两人在充斥着欢愉的房间里 并排座听音乐 那边怀恨在心的笑爸 一直在找机会报复几人 于是他睡了李志龙的新女友 本想逞一时之快 结果被和尚带人找到 他们模仿黑帮的惩罚人方式 用胶水粘住恶巴的嘴巴和鼻孔 人以为戏弄完只要看医生就行了 谁知笑爸被他们活活弄死了 这下事情闹大 无人组的太子帮同意 遭到妙叔的训斥 和尚主动鼎包 为妙叔打进医院疗养 在此期间 他听到父亲和后杰老大谈话 这才知道 原来父亲和妙叔 从前是平脊平坐的兄弟 因妙叔做了父亲的手指 才有了现今的事 这一刻仇恨的种子 在和尚心里发牙 如果没有这些恩怨 李志龙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是自己 这件事之后 太子帮成员一起被送去避风口 顺道训练一下他们的身体素质 可面对超强的训练 白猴第一时间反对 说现在都是枪制的天下 谁还用棒子和刀做黑帮 妙叔人到中年 只想守着自己一抹三分地儿 做点小生意 过上潇洒日子 然而新兴的一些外城帮派 早就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 尤其当年替妙叔顶罪的文签 如今出狱后野心更大 才联合外省帮派的老大灰狼 以及妙叔的死对头后接老大 但想要扳倒妙叔 还需要一个内应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和尚 为了替父报仇 他答应了背信起义的约定 那些守着金山不思进去的旧派老大中 第一个死的是北部老大 当地上妙叔已经起了疑心 暗指是自家的门没有办好 还发誓要把贼揪出来 可刚派了几个人出去找线索 就有几个号称南部的来拜见 妙叔刚警觉不对劲时 对方的刀子已经掏出来 妙叔寡不敌众仍拼死死杀 去买包子的蚊子听到声响 金王追上来却以为时已晚 妙叔死了 当地上众人迟迟不见李志龙 和尚在仓库里找到了他 看着他满眼瞧悉的模样 心里十分不识滋味 妙叔虽然和父亲有恩怨 但对他一直是宛如亲生 可自己却一枪杀了妙叔 想起妙叔临死前的不可置心 和尚也跟着李志龙大哭起来 妙叔死后 李志龙一蹶不争 蚊子也报仇心气 因为没见过父亲的他 一直得到妙叔的关爱 他早就把妙叔当成了亲人 可和尚却让他们出去避风 自己留下来调查真相 兄弟们相信他 谁料逃去菲律宾途中 白猴被文谦的人抓住 直接打进了艾仙庸 还把妙叔和北部老大的死 全都坐视到白猴身上 最后文谦又找到蚊子 希望他不要寻找真相 去往菲律宾避难 才是最佳选择的 蚊子以为他是自己人 所以答应了出去躲避 临行前 他特地找到了一只心仪的胎记小姐 承诺如果他还能回来 一定帮他属身 其实就在出国的路上 他才意外看到和尚与灰狼蜜灰 才知道妙叔被杀的真相 蚊子再也无法做事不管 直接把刀夹在和尚脖子上 兄弟们震惊不已 他们不敢相信和尚背叛 他身后门前也带着人杀来 这才给了和尚投身的机会 他逃到了几人的秘密基地 蚊子也紧碎其后 却不幸碰了和尚的枪 毕竟死亡之际 蚊子向昔日兄弟伸出双手 和尚抱住了他 却被一刀刺中 不过和尚并不是死在刀下 而是死在好兄弟的一只龙枪下 从此 这个从学校长起来的太子帮 和那些台湾黑帮一样 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